今天给大家叨叨乐剂,好多话说老花一你怎么不爱讲乐剂啊,你也没怎么教过我们一讲乐剂 其实我一直教给过大家一样乐剂,其实也很简单很粗暴 如果说你是女生的话,你可以考虑什么呢? 嫁到我们山洞来,你像我们三项小哥跟后期小哥的吧,都是单身汉,对吧 换说我是男的不要你,这边上门女婿我给你安排 行不行,欧布OK 你像咱们这边是什么的,你像山东啊,就包括这个安徽 安徽以北 一到辽宁啊 什么甘肃啊,陕西啊,就这个地方 乐剂啊,就绿花带里边的东西,你明白吗宝贝 绿花带 因为北方我看不怎么养乐剂,没人天狼那怎么养的好 不我们北方不养,我们北方养是成片的养,主要是针对园林和绿花 就现在都不用长江以南,就我们长江以北的这一个园林绿花的乐剂 现在就咱们目前来说,中国园林用都用不完,明白这个概念吗,就这么夸张 有的人说,老花爷,我在室内盆栽的乐剂 别说室内盆栽的乐剂 你就是室外地栽的乐剂,自己会会上病 你吹牛 我一说呢,肯定有些个 有些个人慌 像我也去过连云港那边 就半山谱隆栋那里,我去学习 人这个呢,乐剂呢,就是 在地上 平铺,明白吗 没有什么遮阴云 没有遮那的,啥都没有 就平铺 一盆土 一根苗 用那肥 就这样 但是打药 很头疼,100多亩的话,打一次要2000多,打一次要2000多 前两天 干旱的时候,红蜘蛛上来的时候 一应激打两遍 超过三天不打药 直接这个红蜘蛛就祸祸地受不了 什么概念 这话,我们一定要盖它这个点,不是说老花一不交,也不是说老花一专不专业 养月剂呢,它需要几个硬性条件 也就是很多花友说,你比方说 南方的花友呢,你喜欢养月剂的,没有光照,没有光照,月剂都养不好 我养这个,我只养台,我养这个蓝色英语,不行 你就是没有光照,月剂你就不行 你别跟我扯那个 好吧 就像北方的花友养一些个茶花杜鹃,我说你那边空气太过于干燥,你养不好 我这边加湿器 不是加湿器的道理,明白吗 我说你 理解这个事情了,没事的说 南方的花友去北方旅游一下子,北方的花友去南方旅游一下子 你看到南方就杜鹃山茶枝子花,哎呀,漫山遍野 老好温了 喜欢 在一段时间你就烦,你想的,哎呀,养个月剂怪好 你要来到北方相同的道理,你看月剂花,好漂亮这个东西 你会怀念你的南方 在画面,雅花,尤其是月剂 我也看到很多的视频,什么横拉,这样弄,那样弄 对于我们北方人来说 月剂就是 打不死的小强 明白吗 也没见冻死,也没见汉死 甚至说是 亚路鸡过去亚一遍,亚一圈出来,第二年照样看 就这么夸张 明白就行 老花一,雅花最转意 嗨 嘿嘿 嘿嘿 嘿嘿嘿